我們要加水了,然後因為海水清洗劑 沒有海水清洗劑啦 那種海水在補水,我不做了 所以這個我們就是要冒險去把它加水 這簡單說,加一些熱水 讓它調溫一下 因為它裡面 裡面一般來講,它有馬達在爬,會大概高 大概0.5度左右 這個拉拉 這樣我們就可以直接灌下去啦 但是盡量還是要用倒的 但是我是這樣灌溪灌溪的 好,開始囉 這個馬達要先灌掉才不會空轉 第二炮 也是有調溫的 法克 法克 第三炮 因為這都是天然海水 我就直接這樣倒了 所以我剛才補海水也不會要做 但是我看一般人也是都要用的 你看看 第四炮 一樣有調溫的 第四炮 差不多要5炮 然後第五炮的話 我們要把它 加一個 淡水 彌補它之前大概 四五天蒸發的量 你看看 這就是魚博士 你知道嗎 一熬白都學了 養魚大概就是魚博士 博士沒有真的博士喔 是博士 好,OK 好,後來等它清澈就好了 然後一般 我可以習慣 我都習慣這樣有 我會下去這樣 打撈一些 那個 蛋白質那些的 海水缸吼 跟一般的魚不一樣 我說我第一次洗底沙 沒什麼可以洗 這次洗得稍微有失敗 稍微有養塵起來 但是我覺得後來 應該是會越來越上手 這個長東西我們可以這樣 大概這樣弄一下 你在養塵的時候 對魚來說很猛 對它塞 你這一缸穩定性是不錯的 所以應該是可以 好 物理性的過濾 這瓶沒了 沒了焦到可以撒焦的 有些石頭可以拿起來 沒有必要那麼多 但是石頭坐的好處 就可以當米消化券 好了 你看 是不是很多髒東西 對不對 所以這個物理過濾是有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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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重複把它弄好 謝謝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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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也視線